港股又怎麽看呢 大家都知道近來都是跑贏到美股的表現 相對硬正 市外圍好像很恐慌急跌的市況之下 港股的調整都不算好 好像是不錯的情況 之前大家就說 在7月之前市況應該都會不錯的 但現在來到6月正在尾 究竟我們應該怎麽看這一輪的聲勢 是可以延續到什麽時候呢 其實我覺得港股都暫時未擺脫到一個 橫行上落市的格局 就算你說這一陣子沒錯 你看表現就跑贏美股 跑贏歐洲股市 但它是否有一個很明顯的上升 是否大牛市就出現呢 我就覺得都言之上早 因為剛剛提到 例如外圍加息 或者是有機會陷入衰退這些陰霾 對於港股來說 就怎麽都會有一些影響 但當然為什麽你說港股可以跑贏 大家也都最近聽很多 就說內地政策 即是內地很密集地 出很多一些寬鬆政策 放監管 樓市上面又給一下力 那些消費方面 有些譬如消費券 或者一些稅務上的優惠又出到來 所以就令到港股近期 就是受到政策的帶動 是做好一些 還有大家現在有個期望 就說由於港股本身的股值 之前都已經是修正了 就是下來了 所以如果你說就算現在在外圍方面 要殺股值的 港股這邊相對那個受衝擊的程度 就沒有那麽大 還有都見到近期的資金 是不斷輪流那些板塊去炒的 即不是說只是集中炒死某一兩個 之前你說炒完一些科網 電商之後 好像譬如你說近這幾天 就見到譬如金融那些又開始炒上來 譬如銀行 內地的保險 內銀這些 都是開始發力 即代表著現在的資金 似乎在港股上面 無論是一些增準型股份也好 或者價值型股份也好 都似乎逐步想買一些 那也都可以考慮一點 就可能現在那些外圍的基金 他們可能本身配置上面 之前選了很多一些 譬如是歐股 美股的 那如果他們要重新做一個配置 那可能都要考慮一下 本身有些政策刺激 或者通脹壓力不是那麼大的 國內方面那些相關的股份 但是都要留意 我自己都覺得 當如整個外圍的跌勢 是未完全是完成到的 那港股就算你說這一段升 上網的空間 我都不會看得太多著 還有特別你說 譬如科網股來算 這一陣子很多升很多 那你計算現在科技指數 那個預測PE 其實都中了三十幾倍 如果你說在一個紅市裏面 或者當他們業績都還是疲弱的時候 三十幾倍的PE 就不是特別便宜的 這些所謂是股東減持 或者公司要配股抽水的動作 接下來都有機會不斷出現 所以對市來講 都還是有一定的隱憂 所以暫時我看過恒指 就算你說這一段相片 都是2萬2 或者可能再保守一點點 2萬1千7 都可能會頂一頂的 嗯